同居妹女士与丈夫从事模范营造工作有家母后 获选模范母亲代表 一一上台接受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亲自表扬 和家人们亲友来个大合照 西医区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各里及原住民总计有21位模范母亲获奖 其中85岁的高正秀侠女士 养育儿女友成 哥哥成就不凡 家庭可乐融融 生教 妈妈从来不多话 然后也不会口出恶言 然后平常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轻声细语 那我们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嫁的先生都是爸爸妈妈精挑细选 然后对我们都非常的好 然后他生 我们这几个孩子虽然不才 可是我们生下的第三代 在他教育之下 有十几个孙子 大概条件最好的应该是在微软上班 然后其他有在大力光 广达 然后长荣航空当空姐 他的教育长度好 我们每次来领假写 我都看他成绩最高 我们做领假写是很多 但是他们家就比较透湿 因为他不仅自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教育非常的成功之外 对于孙子辈的教育也很好 他的孙子辈里面都出了很多人才 除了高考第一名之外 有不缺在这个科技公司当高级主管 还有空姐 而易信里 模范母亲 赖里满之女士 现年84岁 一手拉拔五名子女长大 不像命运低头 女儿赖佩奇 去现任东信里里长 家庭和乐 子孙都相当孝顺 他们从小就要乖乖的好 在社会上做好事情 这样不能谁坏的事情 这样好 感谢 非常地喜欢 喜欢今天可以参加模范母亲 特别表扬 妈妈从年轻的时候 18、9岁 从嘉义就嫁到基隆来 虽然妈妈小时候没读什么书 但是她在年轻的时候 跟着爸爸做小工 这样养育我们 我们五个小孩子 从小 国小的时候就要打工赚取 那个学费 那所以妈妈也自己没有读书 她教育我们的 就是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叫我们都要为社会来服务 之所以这样 我们五个小孩子 虽然都没有很大的 很高的学历跟大的企业家 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付出 跟这个奉献 都是来自于妈妈的 这个传承精神 金融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伟 及新医区议员 陈怡 何淑萍 陈君佐 及韩思域 都亲自到场 祝福 月的温馨月 小爱爸爸真的变很小 我要对我太太好一点 也要对他妈妈好一点 更要对我妈妈好一点 因为这三个母亲都很不容易 把我们的家庭 我有时候没办法顾小孩 甚至我太太没办法顾小孩的时候 都是我岳母在帮忙顾 这个真的是 然后真的很了不起 我知道 议长在忙的时候 也是阿嬷在帮忙顾 对不对 我昨天有碰到阿嬷也没有聊到 对 所以真的很感谢各位妈妈们 你们辛苦的辛劳 我想我身身一举功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来场的来宾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我想每一个家庭都会特别来庆祝我们伟大的妈妈 这个算是也算是生日快乐 每一个妈妈都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小孩 含辛茹苦的长大 好让我们有这个不畏刮风下雨的环境 妈妈都非常辛苦 不管怎么样 不管再忙 再累 要煮饭洗衣打扫等等 都还要把小孩子顾好 那我跟谢市长 也都是阿嬷在帮忙带小孩 真的妈妈真的很伟大 来一路当到阿嬷也要持续的带孙子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用献上我们最诚次的祝福 感谢我们所有的母亲 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培养出非常多的激容之光 是不是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母亲节前夕 扶慰首长何明代们一起到场祝贺 向所有的母亲们 致上最深的感谢和敬意 记者黄绍明就报导